當父母不簡單 當子女也不簡單 但不是重點 我們今天看三句話 這三句話你就永遠都不該說 如果你想要當一個好的父母的話 如果你想要交出EQ好的孩子 這三句話你就永遠別對他們說 大家好我是Paul 周到周五 英文企讀 這三句話我是覺得標題還是很唬爛人 但無論如何 如果你被標題騙進來的話 那就這樣吧 所以要還是EQ高 這三句話都不要講 所以他的標題是 Parents who raise kids with high emotional intelligence Never use these three phrases 這又是一個哈佛的 我最近都是看到這種 這種 clickbaity的這種文章 點進來看到哈佛就覺得 一定可信度很高 我就進來了 然後看完之後覺得 還算可以做一記英文教材 所以這個emotional intelligence 我們有時候講EQEQ的 那為什麼這個emotional intelligence Q在哪裡呢 他的意思是emotional quotient quotient就是類似那個 quotient該怎麼說啊 平時還是這個字 我們應該講你這個IQ很高 IQ也一樣IQ就是 intelligent quotient OK quotient就是一個比例或之類的概念 好anyway 三句話是什麼呢 我們直接就來看吧 沒什麼好hold back的 而且最近有看到這個 對不起要插題了一下 最近看到那個Joeman做的影片 他在說長影音啊 現在已經慢慢不流行了 我也有點這麼感覺 雖然說我做頻道做的 沒有很專 很用力 很努力 我就是像公務員一樣的 一直crank out我的內容 一直伸出我的內容 用的是crank這個字 crank一般來說就是 一個東西可以讓你轉轉轉轉轉 例如說你要收一個棚架 轉轉轉轉把它轉起來 轉轉轉把它轉下來 好送一個布幕轉轉轉 所以那個就是crank OK 那所以我每天就把我的影片 把它crank out出來 那也就這樣了 那我也不覺得我做得又非常努力 所以我慢慢有看到我的觀眾 就是持平大概在兩三百多一點 那有的時候題目如果有趣一點 可能會再多一點 那要是不有趣也可能再少一點 但我是很隨性的人 就隨便坐著 但是Joeman說長影音慢慢沒有人要看了 因為大家都被TikTok抖音的短影音被吸引去了 事實上我自己在逛YouTube的時候 我也發現到YouTube對於Shorts的推廣是越來越多 你就滑一滑你的主頁 所以他大概滑個三五個長影片 接下來就是一整個Row的Shorts 然後你再往下看到幾個長影片 再往下又看到一整個Row的Shorts 所以連YouTube的主頁面 他都已經在開始大力的推廣這種短影音 所以那這樣會不會吃到長影音的觀看率 一定會 因為人一天也就有這麼多時間 所以我為什麼講到這個 好一點都沒有意義 我們要來看哪三句話 所以第一句話 我事實上要把他打出來 但我們看到網頁上 Why can't you be more motivated 所以你對你的孩子說 你為什麼這麼沒有動力 你為什麼就不會好好的讀書 你怎麼都沒有動機讀書 你怎麼都不會努力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翻成中文的話 Motivate這個詞就是 就是動機 OK 所以像我們講說 一個殺人犯 那他的殺人動機是什麼 我們就會問What's the motive 所以Motiv這個名詞 就翻成動機 那他的動詞就是Motivate 所以如果說今天一個人殺人 或者犯下一個什麼罪的話 那他的動機是因為貪心 看到那個人拿了現金出來付錢 他手上一疊我就搶他我就殺他 所以你就可以說 The crime was motivated by greed 所以Motivate這個動詞就是 動機之類的 所以父母問孩子 你為什麼不能更有動機一點 這個中文聽起來很奇怪 所以你為什麼不主動學習或之類的 你為什麼沒有動力學習之類的 Why can't you be more motivated 這是質疑孩子 所以我們不要質疑孩子的話 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可以問 或者說去探討這方面的事情 所以他這裡給你一個What to say instead 所以取得代表你可以說什麼比較好 所以這個更有情商的一種溝通的方式 就會是一下這個 假設你的小朋友花太多時間在打電動了 然後他就不閱讀不讀書 那你就你可能就說剛那一句 你為什麼不Motivate去讀書 不要問不要那麼說 Instead你要說的是這個 你就用給他一個開放式結尾的問題來問他 什麼叫開放式結尾 他這裡英文叫open-ended question 那很好 開放式結尾這個概念應該大家可以理解 開放式結尾 像例如說金庸的小說雪山飛虎 我記得最後那個虎一刀 不是喵人鳳虎一刀 對不對是虎斐 虎斐這一刀到底要不要砍下去 這樣子 所以你自己去來判斷他到底會看還是不會看 前面的喵人鳳是殺父仇人 但是又是他的好朋友到底要不要殺了他之類的 看了他的招式裡的破綻 所以這叫做open-ended ending 好但open-ended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開放式結尾的問題 所以就不是一個是或非的 或者是選擇題 就不是一個是非題或選擇題 所以他說 instead你可以說什麼 I see you really like video games I love to hear what you like about them so much Would you share with me 這非常的很有情商的回答 我也覺得哪有父母會這樣講話 所以我可以看到你真的很愛打電動 我想要聽聽看你為什麼這麼愛打電動 你要不要跟我分享一下 所以這樣子問 我相信這裡面的語氣也很重要 要是你問的有那麼一點 你怎麼這麼愛打電動是三小 你說個道理給我聽好不好 這樣孩子不會理你 孩子還是不會理你 所以你可能還是要真的有點誠意的來問這個問題 OK你這麼愛打電動 說點理由給我聽好不好 類似這樣 所以第二句 Why don't you listen to me 你為什麼不聽我的 有的時候父母會有這麼一種很奇怪的一種邏輯 就是孩子好像非聽他的不可 可能是因為在小朋友在很小的時候 那他真的是很乖的會聽父母的 例如說五歲前的孩子 或者說兩歲前的孩子 因為兩歲就有時候會很反叛 所以幾歲前的孩子可能就是父母說什麼就聽什麼 那偏偏到了這個 例如說青春期或之類的 當他們到puberty的時候 那就各種的rebellion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父母可能就會很訝異 為什麼孩子會有這樣的改變 Right So parents are usually They couldn't understand OK They couldn't comprehend Why the sudden changes in your children's behavior Or their way of thoughts 所以他們想法上行為上的這些改變 突然間的改變 沒什麼原因 因為他就進了青春期 所以這時候父母就會問一個很傻的問題 你為什麼都不聽我的 或者這問題 另外一個問法是 Why don't you listen to me anymore 你怎麼已經就不再聽我的了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一樣是質疑孩子 所以事實上可能是你沒有去聽孩子的需求 所以與其去怪罪孩子 為什麼不聽你的 或許你應該問問自己你怎麼沒聽過孩子 So what to say instead Children's brains are wired for autonomy 所以小朋友的腦袋 他的建構就是想要自主的 So you need to explore the world Based on your own identity Not your beliefs about who they should be Yeah 很好 所以比較好的說法是什麼呢 OK 所以問問你自己 Have I listened to you 我是不是聽過你最近的一些想法 就這樣子 所以這不是真的 這不是一個對孩子說的話 而是你應該對自己問問問問你自己這麼一個問題 第3句 You're being so disrespectful 你怎麼這麼沒禮貌 你很不尊重 所以小朋友應該就是很討厭被貼這樣的標籤 OK怎麼怪一個小孩不尊重 所以你應該怎麼講 應該怎麼說 來這邊有個例子 I noticed you got a 64% on your last science test Would you be willing to talk about it I just want to hear about your experience 所以 問小朋友考試考得不好的時候 而不是直接罵他 然後小孩子頂嘴 然後你就罵他沒禮貌這樣子 OK 所以總之啊 這邊我覺得一個重點就是 我覺得這些都是太雞湯的一些文章 誰真的做得到 我就不信父母能夠 在小朋友做一些行為的時候 還能夠這麼 Calm的來去 來去回應他 來去 來就試著教導他什麼這樣子 事實上我覺得孩子都有一個Tendency 就是 他到了十五六歲的時候 他已經不喜歡被教了 因為他可能會覺得 他要自己去學著認識這個世界 我不想要從你那邊直接獲取資訊 OK I'm not gonna take the information that you're just trying to pass down on me OK I'm not gonna just eat it swallow it down You know down my throat Not gonna happen OK I'm gonna learn I'm gonna learn to deal with the world on my own terms OK 我用我自己的方式來去學習 跟這個世界相處這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 就十五六歲青春期的年輕人 真的父母對你也講的 父母對他們的教導教會 已經 已經不會有什麼效果了 我覺得 因為至少這也程度上 有反映出我自己的成長經驗 我大概到了十六十七歲的時候 已經 唉 已經是個不是很T化的孩子 說實在的 但是你沒什麼好後悔的 你問我後悔嗎 也不會 OK 我跟我父親到最後 還是用一個蠻尊重彼此的方式在相處 雖然說我相信他其實忍了我很多 呵呵 那他是個相對來說比我成熟很多的人 所以他願意容忍這個屁孩 那 那那現在回想起來我也蠻感激 他這樣子對待我的 OK 好啦 Anyway 策略了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